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來看 今天的話已經是第11次上課 時間飛快 所以還有兩次 今天跟下個禮拜 那課程就結束了 那基本上我們主軸還是會放在 就是說如何把一些網路上的資料 把它爬到我們的Python 然後呢把它存檔 那存的話基本上 我們理論上還是把它存成Excel 能夠在Excel裡面被開啟 被看到 OK然後或者是說你可以再利用這個資料 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有幾段 那上個禮拜其實又增加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叫Beatful Super 4 那這個Beatful Super 4 其實主要的用途 就是幫你解析HTML那個語法 OK裡面你要的資料 那為什麼要去解析它 因為呢你網頁上的資料 你前面看到的跟後面看到其實不一樣 我們看到的是前面的這個看得懂的嘛 但是它的運作基本上是透過HTML的那個語言 那也就是說呢 背後它運作的部分是跟電腦溝通嘛 比如說你要跟Server溝通 Server其實丟下來就是一個HTML相關的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它可以看變成我要看到那個樣子 主要是歸功於瀏覽器 那瀏覽器我們現在主要常用的是Chrome瀏覽器嘛 那瀏覽器的作用喔 主要就是幫你把它轉換成你看得懂 人看得懂的樣子 OK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瀏覽器拿掉 那就是一堆的HTML OK大概是這樣啦 那也就是說呢 你在用Python去抓這個資料的時候 它抓到的就是HTML 而不會是你看得懂的東西 所以你要在網路上面要抓你要的資料的話 那你必須要知道你要的資料呢 到底放在HTML這個資料 這些資料裡面的哪個部分 那重點喔 其實BeatfulSup其實主要就是兩個重要的方法 其實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不過我用來用去喔 我發現大概兩招就夠了 兩招還記得吧 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用Find 一個方法呢 就是要Find all 那有什麼差別呢 最大的差別是喔 如果呢 你要找的資料 你要找的標 應該是要標籤 Tag標籤 如果只有一個 或者是你要找的是在第一個的話 那請你用Find OK這個原理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找的標籤 它不是只有一個喔 它是多個喔 很多個 可能你要的是十個 比如說 Table的話 標格喔 它幾列呢 假設有十列 那你就要找到那十列的標籤 那找到那個十列的標籤之後的話呢 再把資料給取回來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主要就是怎麼樣 安裝這個 BeautifulShip 4 所以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安裝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懂得怎麼去解析 HTML 解析的方法很簡單 按右鍵有沒有檢查 有沒有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動作呢 反正平常有空的時候呢 最好是 多多練習 因為呢 將來你要懂的喔 其實我是覺得 HTML這個標籤 一定要非常熟悉 因為你只要知道呢 你要的標籤喔 到底叫什麼 然後呢 大概是一個還是多個的話 那其實就足夠把資料爬下來了 好 你也不用知道太多 因為剩下的程式喔 我發現基本上呢 ChargeBT應該都可以幫你寫出來 但是我發現喔 他比較容易出錯的地方喔 就是呢 他比較不知道說那個標籤在哪個位置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講哪個位置 或者哪個標籤名稱 他自動會幫你生成程式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我覺得啦 OK 他現在還沒那麼聰明 你給他一個網址 他就自動幫你把它爬 我發現好像 現在有些拍廠好像沒有 沒有這麼方便 問題還是蠻多的 OK 另外的話呢 我們有針對那個HTML 做了三個範例啦 當然包含第一個啦 就是找那個標籤 用Find跟Find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除了用那個標籤之外 其實在網頁裡面呢 還有其他的特徵 包含Class有沒有 Class這個蠻常會出現的 不過呢 Class這個不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網頁裡面可能有Class 也可能沒有Class 那如果沒有Class 那你就不能用Class來抓啦 所以最重要一定是標籤 第二個重要的話就是Class 第三個重要就是ID啦 所以理論上 你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要來 抓那個網路上面來的資料 就會簡單很多 OK 其他還有抓什麼 抓超連結 抓那個圖檔的 檔名跟副檔名 如果你有檔名跟副檔名 你就可以把那個網路上的圖 給抓下來存檔 應該就沒有問題 OK 那 上個禮拜我們有做了一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的下載 那我有分析一下啦 其實主要就是 三個標籤 所以一個表格 OK 所以其實以後的表格 你們大概一定要記得 一個表格 它一整個表格 頭跟尾的話就是放table裡面 所以第一個你要知道 table部分的話就是一整個表格 第二個的話就是TR TR是一列 有沒有 一列一列的 OK 編號從0開始 所以TR中瓜弧0 指的就是這一列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它的儲存格 那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成藍 有沒有 那這個藍的話呢 一般是放TD 有沒有 所以我們好像 就是做了 三個標籤的練習 那可是我大概知道規則之後 我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把某一個 網頁上面的表格 給抓下來 OK 所以上面好像有做 我們好像有做了 除了說可以把它 存成CSV之外 也有把它存成Excel OK 這個是上禮拜有講到 所以這個我就不重講 但是 你們 應該會比較有興趣的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我實在是不會寫這個程式 那我也沒有辦法透過那個 TRGPT幫我產生 所以於是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我 那當然我這邊有放了一個 我們上禮拜做個練習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TRGPT的方式 去下載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我先連到那個TRGPT好了 OK 這個TRGPT其實也可以跟它多相處 反正你可以 一些問題都可以問它 但是我們主軸是放在 到底那個TRGPT 它可不可以幫我們寫出我們需要的程式 這件事情 那所以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我的問題 其實我就問了它幾個問題 很簡單 反正以後你問的問題 你就是 大概是這樣 請幫我撰寫一個Python程式 Python程式 然後就下載了網址 網址就這一串 這一串的話呢 是那個大樂透的第一頁 所以你點擊大樂透就這一頁 OK 那如果呢 並且幫我存成CSV的檔案 比如說這一句好了 Ctrl C 當然你可以 我是把它放在0604的第九頁 如果你 你當然 不過你也可以自己打 其實真的蠻口語的 你就是 跟它講一下這個敘述 不用太長 幫我寫一個Python程式網址給他 然後要做什麼給他 不過 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他有時候不會也會說謊 所以你有時候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說不會 他會跟講說 我不會 OK 真的有的時候他不會 他就說不會 不然的話他不會 他會幫你找一個接近的 但是那個其實你run 還是不會成功 OK 就這樣 Enter一下 他就馬上幫你寫了 好的 有沒有 他就幫你寫 而且還跟你敘述一下說 他會用哪些模組 然後要做什麼事 什麼事 然後就開始 開始寫 寫完之後 底下還會幫你做步驟分析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就幫你寫出來了 那總結啦 基本上呢 他用了幾個模組 第一個的話 不外乎就是用什麼 request 有沒有 request其實主要是什麼 把那個你給他的網尺的 HTML原始碼抓下來 OK 所以request的作用是這樣 第二個的話呢 是利用BeautifulSup 那因為原始碼 我們基本上 要來分析很麻煩 所以基本上會用他有沒有 去幫你找那個 剛剛講的那三個 標籤 第一個是Table 第二個的話呢 是TR 第三個的話呢 是TD 有沒有 那Pandas的話呢 是做什麼 因為要存CSV嘛 所以他基本上 我會認為說 用Pandas來存CSV最簡單 可是我發現Pandas好像會有問題 他這邊執行起來好像會出錯 所以理論上 我會把程式呢 給改掉 OK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複製啦 當然你可以自己產生一下 我要把我產 他產生的這一段程式嘛 把它把它貼到這個雲端上的第九頁這邊 OK 理論上應該都長得差不多啦 我用這一段好了 因為我發現他每次生成 偶爾會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統一的話 我直接把它生成那一段 直接貼到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九頁的地方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也許你可以拿這一段來練習 OK 然後把它直接貼到 我們的一個空白的模組裡面 我貼上之後的話呢 直接把它放大一下 那跟我們之前寫的其實沒什麼太大不一樣 反正就是先下載資料 給它一個網尺 然後get的話 不過encoding它是用big5 big5我記得好像會變亂嘛 不過等下看看好了 然後還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樣 他多了一個判斷 判斷的話就是如果 資料下來才執行 如果資料沒下來 他就會跑一個錯誤訊息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不加其實也不影響 那底下的話他就幫我分析什麼 分析table tr跟td 這個看起來也沒問題 不過呢 第一個看到的問題 就是他用file的時候他去找那個table 這個地方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 我講過 如果你用file的話呢 表示說呢 你這個網頁裡面 只有一個table標籤 或者是說你在第一個 那顯然不對啊 我應該有記得吧 我們上個禮拜用那個什麼方式 我們用那個尋找的方法 按滑手右鍵 直接在表格的 左上的按右鍵檢查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table table table在這裡 那這個table的話是第幾個 你可以什麼 點兩下之後 ctrl f 尋找一下 然後並且在table標籤 前面加一個小於幅畫 這樣才是標籤哦 那也就是這個網頁裡面有七個table OK 馬上只好有七個標籤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這個應該第幾個 你可以向下 我還是找一下 好像是在第五個的樣子 這個是第六個嗎 不對 第五個 對 沒錯 第五個 這整個就是第五個 OK 這樣你可以 這樣看 上下有沒有 他會 第五個 OK 所以理論上 假如你現在執行 他一定會出錯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 怎麼改 很簡單 就是呢 因為這個表格table 不是只有一個 很多個有七個對不對 所以一定不能用find 那要改什麼呢 底線find all 所以這個可能你要自己去除錯 我發現哦 他會隱藏幾個bug OK 那find all呢 就指的是要找那七個的意思 那我找到之後的話呢 那問題是要第幾個 特別注意哦 我要的是裡面的 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find all後面哦 再加一個中國阿虎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他找到的第 總共七個嘛 那從零開始編號 所以五的話呢 應該要減一啦 所以是四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我找到那一個 所以第一個錯誤哦 就是我常 我發現哦 TrugPT哦 常常會出一些錯誤 那這個錯誤發生的原因哦 都是他標籤的位置啦 或者是數量找錯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以後真的是可以用TrugPT 幫你產生這個程式 但是你要自己檢查一下 他要的標籤是否正確 如果不正確的話呢 你就把它修改一下 OK 然後我第一個改這個哦 OK哦 那第二個改什麼呢 Tr應該沒問題啦 因為他在從這個table裡面 這個table裡面呢 去找所有的Tr 所有的列 然後呢 給他一個變數名稱叫Rose 這個也合理 OK哦 那底下的話呢 就存檔 OK 所以我們底下 不過存檔他是用那個什麼 用Pandas啦 不過我是覺得哦 在這邊用Pandas有點複雜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之前的寫法來存檔 我來知心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先改這個地方 我把它Run一下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OK 那你會發現第一個哦 因為我們這邊呢沒有裝Pandas 所以他會出現一個錯誤叫No module name的Pandas 所以你必須要裝 OK 不過我是建議啦 以這邊來看哦 用Pandas好像沒有優勢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先不要用Pandas 我是覺得不需要用Pandas 直接用我們之前做的方法 把資料下載下來 中間要逗的就可以了 可是你說要怎麼樣做哦 那底下的話呢 我就稍微把它改動一下 大概改的地方哦 就是不要一個那個串列 跑個回圈 然後這個底下的那個Pandas部分哦 我先把它刪掉了哦 底下這些吧 在Ls上面這些都散掉了 OK Delete 那你說這個地方要怎麼改哦 主要就是說呢 我已經知道TR Touch的列 然後底下的敘述就跑個回圈 把這個所有的列呢 一列一列的找出來 那做什麼呢 再到裡面找所有的TD 這個也蠻合理的 OK 那所以呢 找到了所有的TD哦 它就放在一個串列名稱 叫COLS 然後再把這個裡面的所有T 這個什麼 所有的TD 就一格一格的資料怎麼樣 再把它取得 放在這個什麼COLS裡面 不過你會發現哦 這邊有個寫法蠻怪的 跟之前我們寫的不太一樣 它寫的方式是這樣哦 它這邊有一個什麼 誒 復回圈居然寫到後面 前面居然是 它要執行的內容 那如果假設你不習慣的話哦 你可以把它改動一下 這邊我把它改成我們之前寫的 這個FOR圍圈你其實是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上面 那再來加一個冒號 有沒有 那這個寫法的話就是說呢 它把每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取出來 放在EL1裡面 底下記得按一個TAB鍵 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把它取出來 所以取出來的話 其實我們乾脆把它Print出來算了 可是Print的話 乾脆我們不要寫這個回圈 我乾脆這個也不要了 所以FOR圍圈這邊 其實我乾脆把取到的每一個怎麼樣 我把它Print一下 底下就是寫一個Print 把裡面取得的所有的資料 因為取得TD 放在COL裡面 然後我就把它Print 記得 記得底下 它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所以我先把這個裡面點TEST 先輸出好了 OK 記得喔 因為呢 它一列裡面有好幾個TD 那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中瓜湖 比如說第一列的話呢 可以嗎 跟你講 第一欄的話是中瓜湖0 那如果假設我要下一列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串接 中間加一個 如果我要把它存成CSV的話 中間就是一個窦點 那後面的話就是在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 再把這個 加一個1好了 那因為呢 我取得的這一列裡面呢 可能 記得好像有四欄吧 所以有四個TD 那四個TD 意思就是說COL 其實裡面就是會有四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0 0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再來就是1嘛 所以再來呢 再來就是 A10類推嘛 再來就是2 不過我記得好像 第四欄好像是備注 備注好像其實可以不需要 好 那理論上應該改完了 我把它 把它改的比較簡單好了 所以我剛剛大概就是把 這邊改一下 第一個改動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FOR圍圈下面這邊 原來的底下東西都刪掉了 好 底下直接改成像這樣子 把它裡面的那個 這個出生格的內容一個一個抓出來 把它Print看看 OK 執行一下 看一下 這樣可以吧 有沒有發現 執行結果的話呢 真的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但是目前的話呢 還沒存檔 所以其實它給的程式是可以用 但是我發現 用Panda只是增加多餘 OK 那你說 老師為什麼很奇怪一個問題 它的資料有亂碼 有沒有 不是正確的 那其實問題應該出在哪裡 我前面講過 如果是Big 5 假設會亂碼的話 那我建議你把它改另外一個 叫什麼 叫UTF8 OK 執行一下 看一下 又正常了 OK 所以我大概講一下 所以我總結一下 其實我沒有改很多地方 我把剛剛改的 這一段 OK 就這一段 有沒有 Ctrl C 那我把它貼上到這邊好了 嗯 這個 這個 我留一下這一段 其實我好像只有加了這一段 我把它貼上來 所以我總結一下 第一個 我從上面改下來 第一個是Big 5 改成UTF8 第二個的話呢 我是把這邊 Find 改成Find O Table Find O 然後這邊加一個中瓜糊 因為我是第五個 所以是4 從0開始編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從L上面這一串 大概FOR回圈 FOR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FOR 留下兩行就可以了 FOR跟下面那一行 其他三掉 然後呢 底下就是加上這個 我剛剛打的這一段 我剛剛打的這一段 Print它就可以了 Print 那Print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把 這個 COL裡面總共有 四個欄位 COL就是Col 那我分別把它裡面的文字一個取出來 那因為第四欄是備註 所以我不要加 不要把它取出來 應該就OK了 還有一個 這個IMPORT這個可以不要 IMPORT PANDAS 所以我 我們這裡暫時不要用PANDAS 好 這樣就OK了 執行一下 應該OK了 可以 不過的話呢 好像還有一些地方 還需要再把它修正 修正完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把它存檔 就可以存成CSV了 所以其實你說 假設你問我說 這個CSV是不是真的可以幫你寫程式 我是覺得以Python來看 它好像只能幫你寫一半 目前只能有一半部分 它就可以幫你寫 但是有部分呢 你變成你要自己能夠 看得懂並且修改 如果你完全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麼修改的話 那它幫你產生的 有的人像斷槍打鳥 偶爾會中 但是偶爾就不太會 不太會中的可能性蠻大的 而且我發現很多 基本上很少說 程式一次貼上去就OK了 大部分都是貼上去之前 我要先檢查一下 它的程式是不是有問題 有問題的機會好像蠻大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 我是直接拿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九頁 這個是這個CSV生成的這一段 那我把它修改一下 那改的話 我大概就是改了幾個地方 其實就是 把這邊改成這個改成這個 UTF8 OK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 Find的話就Findall Findall Table OK 而且後面要加中國阿湖 中國阿湖要加上是第五個 所以中國阿湖是4 OK 然後再來的話把底下這些程式 基本上先刪掉了 我把它mark掉的 這個就是把它刪的 這些都刪掉 刪掉我用那個灰色的好了 這樣會比較 這些都不要 你把它delete掉 那基本上應該就可以run了 OK 只是說呢 再來要存成CSV的話 它原來是建議用Pandas 但是我覺得不太需要 還有這個好像這邊也不要 先把它砍掉 把它改灰色好了 這要把它砍掉 那你把它run一下應該可以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把它存CSV 不過我發現 真的好像目前 QRGBT真的可以產生 但是細節 細部的部分 還是要靠自己 我覺得好像沒有想像中 那麼的好 不知道說呢 如果假設我付了費用 請QRGBT幫我寫會不會更好 這個可能要試試看喔 WIPEOPT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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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